看客,习近平与北戴河荣辱秘文政变恐惧与流言。 在习近平上台前后至今已经几度传出江泽民派系主导的针对习近平的政变威胁。 看中国2018年8月10日讯看中国记者李文龙综合报道历来充满神秘色彩的北戴河会议, 年年7、8月间都引起政治猜测热潮,尽管习近平当局试图弹化政治议题,强调北戴河的休假功能, 但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反而是习近平上台后政变传言最猛烈和吊诡的一次。 或是习近平去年十九大集权和今年两会修宪破任期限制的原因,引起了潜流翻涌。 在媒体持续吵着之下,一些喜与北戴河的渊源就是被披露,荣辱皆瞻,显为人知。 8月9日在《苹果日报》刊发的两篇文章《饶有兴趣》翻出了北戴河作为中共下都的历史,其中不少与习近平有关。 署名吕月的文章说,习近平出生的1953年,中共将有东亚避暑地之关的北戴河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夏季办公之地,毛泽东1954年夏天才来到北戴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北戴河成为中共权力和等级的象征。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被打倒的高级干部越来越多,夏季办公被终止。 习近平是年13岁,他比刘邓陶、彭罗路养、杨宇约夫家族的子女提前4年9岁开始,便尝到中共下都的荣耀与耻辱权力的膨胀与衰败。 毛时期搞大链钢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制造了恶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 又发动文化大革命整死刘少奇,1971年还逼迫林彪从北戴河96号楼出逃,坠机摔死在温抖而汗。 到邓小平被打倒再复出,1980年重新掌权的邓小平栽到北戴河已经成为老大。 1984年平反复出的红色家族越来越多,邓小平恢复五大机构在北戴河的夏季办公。 习近平那时正在河北正定县当县委书记,但是其副习仲勋已经进入政治局担任书记处第一书记,是胡耀邦的重要助手。 北戴河的所有待遇习家都恢复,但好景不过持续三年,因为胡耀邦下台,习仲勋退居二线。 后因反对六四屠城,已经换精神重击的习仲勋被赶到广东深圳,而且不准回京。 习近平当时正在福建宁德当地委书记。 文章披露,2012年8月5日,习近平作为黄畜在北戴河会见被邀请去休假的各个领域的专家。 这次到北戴河,他的重要工作是一一拜访各元老家族。 在一元老家中,他和一位同辈谈了两个小时,这个同辈希望习能改变中国,为人民谋福利。 中国只给了两个人这样的机会,一个是胡耀邦,一个是你。 胡耀邦被邓小平打倒了,失去了机会,希望你抓住。 但据说在两个小时里,一直是该同辈讲话,习近平一言不发。 2003年SARS,非典时期,胡锦涛取消北戴河的夏季办公,但是权贵家族的特权没有取消,北戴河反而成为中共权力斗争和黑箱作业的重地。 胡锦涛取消北戴河反而成为中共权力斗争和黑箱作业的重地。 因为情绪激动,习猛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人高体重竟然把衬衫上的扣子一气崩掉,除了敞开的领口留下一个扣子,其余扣子崩得满地乱蹦。 习打鼓虚的帮手。8月13日,北戴河会议结束,习近平在北京举行常委会继续布置反腐,他说因为情况特殊,王岐山同志需要上方保健,应该给他。 王岐山是习近平当知青时的兄弟,两人结识于在陕北做知青的时候。 下乡初期,一次从北京返回延川,因路途遥远,习近平先搭了粉装找王岐山借素页,两人就合了一床被子。 这种四党关系也是习近平的两届常委同事中绝无仅有的了。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习王联手在官场掀起反腐风暴,其中主要针对江泽民派系的整肃引起极大震动。 主要清除了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等正副国籍的大老虎,还把17届中央军委除了主席胡锦涛,全部清洗干净。 19大之后,又抓了副国籍的孙政才,把除自己之外的18届中央军委清洗得一干二净。 不过习在得罪了不少利益集团的同时,最大的老虎江泽民并没有真正触动,这也为江和军师曾庆红能够告政变埋下了伏笔。 在习近平正式上台后的过去几年,已经几度传出江泽民派系针对习近平的政变威胁。 在利益集团制造的阻力之下,中共19大赏王岐山没有连任,但今年3月的两会上成为国家副主席,其次后的权威仍有待观察。 吕月的文章说,在19大之前,刘云山在历年8月初北败和代表习近平五次看望了全国休假的专家。 但今年的统类活动中,去年上任常委的政教王沪宁没有出现,改由中组部部长陈希和副总理胡春华出面。 王沪宁隐身背后牵扯近期有关其要为贸易战问则下台及习近平遭遇江泽民等元老逼宫等种种传言。 这就是最新的一次从北京到北戴河的所谓政变。 文章说,据说王岐山放言,我知听习近平的。这说明今年习近平在北戴河遇到不寻常的政治反对力量。 港媒数名李平的另一篇文章则提到,在北戴河700多栋别墅中习近平入住零号别墅。零号别墅据说最早加装了防弹玻璃,保安被形容为固若金汤。 对于零号别墅为什么要加装防弹玻璃?文章提到2013年盛传,周永康在前一年的北戴河会议前后集中共十八大之前两度策划暗杀习近平,即因此审议14天。 每年七八月有关北戴河会议的政争传闻从未停止,但就以习近平主政前后那次更为赤裂。 此后,在年年继续政变传闻评传之时,官媒一度放风别等了北戴河无悔,指所有的大事在七月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都讨论公布了。 不过对于今年北戴河有会无悔,官方没有正式公布,海内外舆论都认定有,一来中美贸易战政摊,二来元老逼宫消息频传。 港媒文章认为,以中共的诚信程度及铁幕后拳斗的血腥程度而言,中共就算公开真实的大案也难取信于人。 北戴河越来越神秘,无论是暗杀逼宫传闻,还是政经决策,人事安排的斗争,迄今没有脱离历史的惯性。 文章最后表示,没有公开的北戴河会议,就只有北戴河决策留言,没有公开的北戴河度假时程,就只有政变的恐惧与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